人氣話題來看到 農曆春節倒數計時了 台采現在也公布了 今年春節加碼方案 今年加碼總獎金 有高達8億元 而其中每一年最夯的大樂透 將會從小年夜開始 一連連開11天 開獎天數是史上最長的一次 那麼同時 在小年夜到初三這5天 天天還會有大樂透春節大紅包 會加開9個號碼 只要最中6個 就有機會可以抱走百萬大獎 找來饒舌歌手樓俊碩 為台灣彩券 量身打造春節主題曲 台采今年的春節電腦型彩券 總加碼金額高達8億 其中每年最夯的大樂透 今年會一路從1月23號 連開11天到2月2號 開獎天數史上最長 同時從小年夜到初三這5天 每期同樣也會有春節大紅包 大樂透天天加開9個號碼 最中6個就能抱走最高獎金100萬 一共360組總加碼金額3.6億 你買一張彩券呢 有兩個機會可以中這個獎項 我們預估這樣子加碼的績效 可以增加大約大概46億 農曆春節倒數計時 威力彩1月20號就先打頭陣 加碼2億刺激買氣 至於春節瓜瓜卡 今年更一口氣推出17款 有多達646個百萬以上獎項 比去年整整多出278個 Bingo Bingo也提高獎金倍數 刺激彩迷 Bingo Bingo每五分鐘開獎一次 那也會加碼2.4億 那裡面的獎項有包含 基本玩法 猜大小還有猜單雙 過年少不了買張彩券 試試運氣 只有盼財神爺眷顧一夜致富 藉才去整個投稿